神兽探访拍摄片场 亲力讲述幕后故事 大家好 这里是国宝君的片场日记 3 2 1 开始 今天国宝君要自己拆台来吐槽了 槽点一 动作系必备的假动作 我们扔对上 我要找他 天亮没有 讨厌了赵光熙被捕后 惨遭小兵蛋子的独大报复 这一脚一脚的踹着 这一脚是你摇杆踹的 这一脚是你沈飞踹的 不对啊 这分明是在这脚啊 看看这面目猙獰的样子 你别说 还真像那么回事 你怎么了 有病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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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槽点二 绑架系最无用的堵嘴布 可怜弱小又无助的珊珊 被人绑住堵住了嘴 只能用会说话的眼睛 表达着自己不满的情绪 其实呢 她那被身体绑住的双手 根本没被绑住好嘛 我们还是一个自由自在 想说就说的小可爱哟 你一下车 你走在后面 我看你眼看不见了 槽点三 造新井必备的大口罩 每个剧组都有一个 神一样的造井技能 可是快速造井的背后 却要面对浓郁的甲醛气体 看看这些带着 防毒面具的工作人员 再看看我们认真拍戏的女演员 瞬间觉得 这个场景里最精致的是 这些汉子呀 来 停了 剧组拍戏实属不易 认真拍戏情感细腻 幕后人员协作配合 导演倾心镜头设计 国宝奇旅剧组的用心之作 一定要看哟